正談話題高鴻安在前天遭到檢調搜索 歷經這麻辣松式的訊問現在傳出 高鴻安跟助理們說辭不一 互推謝澤林用金制度 有跟檢調說些什麼嗎 是不是都會把事實在看 高鴻安設炸零補助費 主張公費支出沒有談 但說法和助理們不一樣 雙方互咬相殺 高鴻安和前助理小拓互咬 堅稱林用金制度是對方建議 傳出當高鴻安聽到助理們的 不立即說辭時 訝異到多次要求暫停 釐清思緒 麻辣松式的訊問 高鴻安便當沒吃幾口 反倒花三小時仔細確認筆錄 清晨得知可以交保時 已經氣力放進 小兔先前曾交出完整帳本 透露關鍵內帳資料 就在高鴻安電腦中 所以檢調才搜索立院辦公室 更傳出已經查扣證在積極還原 而他的黃金律師團也成為焦點 包括律師陳宗豪是前北檢主任檢察官 律師陳建良則是新北檢的檢察官 還有王志華是有20多年經驗的前高院法官 這費用看下來可不便宜 如果陪同偵訊的時間長達19個小時 而且是三位律師以一個小時15000元算 的確有可能高達90萬 只是這種狀況恐怕也是這些名律師 才有可能有的價碼 一般律師難以有這麼高的費用 大手筆請律師 有人推算高鴻安打這 一帳律師費先噴90萬 交保金再噴60萬 只求全身而退 記者正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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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正報道